今天为大家分享洋将的一篇文章《良心》 2006年5月24日,《新民晚报》登载了一则报道 吉林省延吉市郊农村一对夫妇将十年前捡来的四万元交给了延吉市公安局 要求公安局为他们找到施主 我读后觉得这件真人实事很说明未体,可用作本文的注释 我先略述这则报道的更改,再说我的见解 1996年夏天的一个夜晚 上述地区一位49岁的出租车司机 把一男一女两位乘客送到了他们要到达的地点 飞尾未得,还挨了一对臭骂 乘客离去后,这位司机发现他们的一大包钱 移忘到了车上,数一数,共四万元 这位司机是贫馈中挣扎求生的可怜人 生平未见过这么多钱 突然感到很害怕 连老婆也没有告诉 乘客男女两人是个混蛋 一忘了那包钱,怎么会不追究呢 四天以后,那男的乘客带了三个标形大汉 找到了我们这位司机 不由非说,把他拉上一辆卡车 气势汹汹的,为他有没有捡到五万元钱 又把他带到了当地派出所 对警察说 这个司机捡了他们丢的五万元钱不还 这司机又害怕又生气 就一口咬定没有捡到钱 心想 我要是成瑞了 哪里去找他额的那一万元钱呢 四万元对这位司机的诱惑力很大 半年后,警察再次询问他是否捡到了钱 他再次否锐了 他老婆知道了丈夫捡到巨款 也害怕了 他没有工作 又患有肝硬化重症 经常借钱看病 他们有个十四岁的儿子 夫妻俩总教育孩子要老实做人 可是这老实的夫妻俩得了这笔巨款 放弃吧,又舍不得 动用吧,良心又不虚 这位为了维持生活和给妻子治病 卖过豆腐,烤过白薯 种过菜的出租车司机说 我什么都干过,就是没有撒过谎 平生第一次没了良心 那种难受劲就别提了 他们夫妻俩天天教育孩子 要诚实守信 可是一想到那笔钱 讲着讲着,心里就突然没有了底气 这笔钱就像一座大山 压得他们十年喘不过气来 他们终于把这笔钱交到了公安局 虽然过日子还是艰苦 心上却踏实了许多 他们这十年受道德良心的折磨 就是本文所谓天人交战 也就是良性良心和私心的斗争 他们是朴实的乡民 没有歪理 如果讲歪理 可以说施主是欺压好人 恶诈好人的混蛋 给这种混蛋讲什么道义 我的需要比你大 他们就可以用来看病了 还债了 生活得宽裕了 这笔钱就花掉了 可是我们这位司机和他的老婆 良性良心经过长达十年的拉锯战 还是胜利了 他们始终没有昧了良心 他们的行为感动了警察 说他工作了这么多年 第一次遇到这等事 也感动了记者 说这对善良夫妻的行为 会让很多人反思自己 所以应该让全社会知道 良心出自人的北姓 除非自欺欺人 良心是压不灭的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其实啊 良心良心是人的北姓 不依仗北姓以外的任何支持 良心良心不争不斗 只是屹立不动 良心良心如日月之光 暂时会被云雾折磨 云霄雾散之后 依然光明澄澈 也感谢您的收听